最新的一代WCF 盒子 整個非常的鮮豔 全部都是賽亞人系列 悟空戒王拳 全身有著戒王拳的那一種 紅紅的氣息 頭雕做得相當的不錯 但這邊有個最大的致命傷 普通你這樣看不到 脖子 你會覺得脖子好像斷掉的感覺 不知道這到底算不算是瑕疵還是正常範圍內 店家說會幫我詢問 否則這隻做得其實還不差 就是這邊 超級的明顯 超級賽亞人2悟空天使的形態 整體做得相當的棒 而且非常的帥 後面這邊也是一樣 有著那種 顏色不均勻的感覺 就在瑤峰這邊 這邊這應該就是屬於 景品的正常現象 他的頭雕 非常帥 有著長長的瀏海 應該就是超級賽亞人2 沒錯 超山龍泉爆發 終於等到這隻龍泉的樣貌 但這邊 袖子這邊 超級 重大的缺色 一塊就在這裡 非常的明顯 還有這邊 整個塗裝 看得出來 就是有瑕疵 這隻 否則以這一隻超山來講 頭髮造型相當的 長跟茂密以外 整個動作型態也是非常的好看 但這個 袖子缺色真的缺太大一個 達洛特 Blue 這隻也是後面這裡 這裡 就是蠻明顯的 缺色 他還有附一個小小的特效 可以組裝起來 插進去的樣子 黑悟空桃紅 這個頭條真的非常的帥 但這邊 腰封這邊 整個非常的慘烈 塗裝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前面 這邊 他也是有附一個 特效 可以做一個插入的動作 可以做一個插入的動作 缺點真的是還蠻 顯眼的 最後一隻超四合體 霧機打 整體非常非常的帥氣 缺陷的部分 譬如很仔細看的話就是 手指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有染到色 黑黑黑的樣子 黑黑的樣子 就是這兩隻 這一根跟這一根 這隻非常非常的帥氣 而且他對於一個評價是3顆星 選角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這一代的 WCF 真的是我看過有史以來 品管最差的一代 瑕疵都非常非常明顯 特別是悟空界王拳那個脖子 真的幾乎每一隻都可以看得到 有所缺陷 顛覆了之前Devitt對WCF高品質的感覺 然後這一代的心情其實是 算有點不太好 因為幾乎 只有一隻 是只有一點點小缺陷 其他的缺陷都還蠻明顯 不知道有入手這一套的人 這下次有沒有跟Devitt一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樂&Peac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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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參加強烈的